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太阳人股动完以后就转到这个面板里 对不对 这个是有关于报价的部分 那你想想看 这个礼拜是比较明显是涨这个塑胶类股 那其实在上个礼拜以前就涨那个台锯了嘛 台锯啊 那这礼拜是主涨是台售四把嘛 那你看那电子股是不是就比较没有动了 因为资金就六七百亿而已 所以我一直讲说做股票 你要自己要知道在做什么 如果你今天很喜欢起哄 做得非常短线或是堆脆当冲 你应该要把资金压在这些热门股票身上 你千万不要去买那个冷门股 千万不要 因为那种冷门股不但是没有法人进来 而且可能还会被法人倒掉 因为他们也没有钱啊 尤其是投信又没有钱 你看投信每天都是买个九亿卖个十亿 买个十亿卖个九亿 他不是有买的也有卖的吗 那人家人家那个投信 人家都会这样做 那小伙子都会这样做 你都不会做 你都不换股 他们买这个 买那个买这个卖那个就在换股啊 那你说他为什么要 如果他看多他为什么要卖 他就买十亿卖零元就好了 那为什么他会有买的 有买的有买的有卖的 自营商不是也这样子吗 外资不是也都这样子吗 所以大家都这样做耶 法人都这样做 那为什么投资朋友站的不动 那真的不动你期待什么 期待哪一天崩盘是不是 那如果真的崩盘的话 你不动那不是惨的吗 对不对 如果会涨也不见得涨到你的 这也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讲到台售化 今天涨台售化对不对 其实全市场里面只有阿土薄有买 你信不信 我看到的融资 就知道了 因为一般投资朋友不会买 台积电也不会买台售化了 也不会买中华电信 我知道知道了 但是今天盘中曾经有涨 对不对 有台售化 台售化盘中有跑到110块 那时候为了把指数扯高一点 然后指数弄掉以后又掉下来 对不对 这个全值很补的 因为台售化 它是第三大的全值 它的市值在今天盘中超过一兆 它是952亿的股本 它是第三大 它仅次于鸿海 鸿海现在目前是1.5兆 台积电快5兆了 你看它是第一二三名 你看它们三个拍起来就 就7兆多了 7兆多 台北股市也不过才27兆 他们就占7兆多 你说全值股怎么会不重要 所以你想想看 为什么台售市把会涨 就是有人不想让指数掉下来 我都跟你说我们比前头的 你说谁不让指数掉下来 你问我问什么 我怎么知道 你也不用猜 就是有人不想让指数掉下来 就这样而已 我就跟你讲了答案了 那你想想看 台积电为什么今天要开高走低 你台积电今天开高走高的话 那今天不是涨到10万点去了吗 那还得了 所以台积电 今天的开高走低 当然是不希望 现在目前今天指数就冲 这可不可以了解 可不可以了解这样的意思 像台积电今天跌了 跌了一块 188块半跌两块 两块的话 台积电是贡献指数下跌17点 他个人跌17点 大盘跌10点 如果台积电平排的话 大盘今天涨7点 这是这意思而已 所以指数是不是有 指数是不是由这些股票在控制 所以大家一直关心指数 有什么用 我可以跟你讲 我这样的东西已经讲了很久 我只是告诉你 不会崩盘 我不是在带你做指数 所以我不用期待指数要马上到9600 1万点 这个对我没有意义的 我只是告诉各位 9300也好 9600也好 9000也好 你手上的那档股票 是什么样的位置 那比较重要 我讲的听不听得懂吗 如果说大家一直在关心指数 那你不会有绩效的 因为股票有涨有跌嘛 你涨上来没有卖 它又跌下去了嘛 我涨上去没有卖 你又跌下去了啊 掉下去你把它卖掉 低点那要涨上去了啊 不是都是这样玩的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说 这段期间 就算是下礼拜开始 要养工 大盘要往上冲9500 9600 假设就算是这样的 要走这个方式 我想也是涨特定股票 也不会全部股票都涨啊 就算是这样子好了 现在目前9300 往上加300点 假设啦 我这个是假设 到9600了 请问一下 投资票你所担的股票会涨吗 只有涨了300点 你的股票会涨吗 应该有可能不会涨 因为大家没够本嘛 到时候涨到9600点 台积电就要去费口 红红红就跌了 指数都被它拿光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如果你现在 现在我要做 现在我要做什么事 我要跟各位讲 现在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平概股 因为 指数要站稳9300以后 到往哪 往上面走 走到哪里 我们先不要管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不认同9300 认为说应该是 要到5300才合理 你才会爽快 我知道 你就是很看不爽 我知道 问题是没有意义 指数你一认为是9300是高点 是因为你活在过去 你的刻板印象认为 9000多点就是高点 有人规定的 是有人规定是不是 根本没有人规定 为什么要这样想 天底下没有人规定 9300是高点 你看哪一本教科书 跟你讲9300是高点 所以我 有时候 我就是 有时候 你看我又睡一睡天 我就是最讨厌 我最看不起的 分析师是 是怎样的 你知道吗 我有讲过 如果说你今天看空 从8000点看到现在 还在讲空 讲说以后会到2300 我跟你讲 我配合你的道德勇气 我不管你以后 对还是不对 但是你敢讲 你刚才这样讲 你这样讲 如果你对了 那我说你厉害 你如果你错了 我至少我轻蔑你 我轻蔑你这个人 因为你讲指数会跌 你应该要等于股票会跌才对 要叫人家放空 我的意思是 我建议 所有分析师 要有个道德标准 如果你今天指数看跌 你股票要放空 你不可以说 指数叫人家一直要保守 每天都叫人家保守 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结果你股票每天都叫人家买 一档一档买来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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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怎样 这样是 现在这个 这样起来很像诈骗集团 你知道吗 你指数一直讲保守 那就表示说 你叫人家说 这个指数会跌 跌 你又给人家买股票 你不是诈骗集团什么 这听起来是诈骗集团的行为 才会这样做 有点像那个菜虫 所以最后不是都说菜虫 菜虫 你知道菜虫吗 红台不是过很久的 菜价都没有掉下来 就被菜虫 你知道吗 菜虫本人家 我还说这个我就有意见 所以我赞成政府要抓 要抓起来 为什么红台过去两周 菜的价格 菜的价格 菜价 所以我不是很懂 但是我知道 我看报纸新闻说 菜的价格都没有掉 跟那儿去 不是在欺负人民 政府怎么可以不管 对吧 我说到你 政府怎么可以不管呢 你怎么可以放任他们这样玩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回到刚才 就是如果你指数看空 拜托一下你放空股票给我看 我不才会欺负你 你不能说 我指数看空 就股票叫人家一直做多 然后一档一档套 也都不处理 然后指数掉下 你说 你看我不是跟你说 我只数跟你说保守 结果 他们那些股票一百多档 全部都下跌 他也没话说 如果指数涨上去 也忘了 我跟你讲 我昨天跟你讲 那档股票今天涨多少 三个月以前涨多少 十年前我涨多少 我跟你讲 十年前我也推荐过台积电 我一直讲过好几次 如果我要讲十年前 我也可以讲 我买过三十几块台积电 如果我现在报的 不算好几十倍 可是我早就卖了 我没有那么可耻 讲到过去是 解盘有本事解今天跟明天 不要讲以前事情 讲过去干嘛 大家都有过去 要讲过去干嘛 我刚才说过去 我考试也考过一百分 我从幼稚园的习惯 我也考过一百分 我很疼的你知道吗 买就没有了 大家都有过去 说那些都 所以我现在是跟你讲 这个大盘会不会涨 我丁超告诉你会涨 我也没有模拟两可 我从礼拜一讲到今天 虽然只有涨了 一两百点而已啊 可是如果你听我的话 你会卖在地板吗 我今天所坚持的不是一个 一个面子的问题啊 我是为了一个理直 你下个礼拜以后 我不管对还是不对 我都是跟你讲实话 我叫你不要卖在地板 是因为我认为 礼拜一那个叫Obershop 它跌破了上升的季限 你不应该卖在9070 你指数不应该空在9060 我有没有这样讲 连续涨了五天到今天 还创高点 创高点以后大家一样 大家的声音都是一样 有量没有价 有价没有量 有价没有量 有量没有价 如果只是这样讲的话 他当什么分析师 没有量可以不用补量吗 台售化6505台售化 古时候有量 他也是最近才有量而已啊 你以为他古时候就有量是不是 他也是从没有量 涨到有量来啊 他古时候就有量 以前是谁跟你讲台售化台售 不是说要跟你讲而已 1301的台售 636亿的股本 我说是前十大 你要注意这种股票 上来以后指数就会上来的 1303的那个蓝牙 这个股本也700多亿 793亿 这前十大 1326的那个台化 这个都是大股本 都前十大 何况是台售化 952亿的股本 第二名的股票 红海是1720亿的股本 这也是1.5兆 你还 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会轮来轮去 你看现在轮到红海来了嘛 就是有人不让他跌啊 你让红海啦 让那个3008台 那个第五名的是大力光 你看你让红海大力光 大力光现在要不要在整理 就像红海在之前整理一样 你看台积电 我一直跟你讲 如果我所练到这种股票 全部都大涨 全部都涨起来的话 那就万点了 一下子就到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不可以让这 你不能一直等待 让这些股票涨起来 我讲有没有道理 因为他们现在是打游击战 就是一下子是他 一下子是他 但是他告诉你一个答案 他不想跌啊 大家都要讲说 哪里高点哪里高点 我跟各位讲 重点不是在 以后要涨到什么样的点位 重点是 投资票我要让你冷静的想一想 你想看 你现在看台北股市的 1600档股票 是不是每一档股票都是 像红海这样 这一波这样子一直涨起来 应该不是吧 还是说像台积电一样 不是吧 其实很多的股票 它的点位 不要说我说是9300 它连1300可能都没有 你信不信 那我一直跟你讲 我们是在做股票 股票的基期不一样 位置不一样 那就是 有利可图的时候 那就是你要冒险的时候 我讲这样有没有道理 如果有一些股票 它本来就是一个多头 股票它是一个多头 一个多方式 它一段一段的涨 一段一段的涨 它不会每天都涨 从来不跌嘛 那如果可以把握 它涨很多 那跌下来修正的时候 来刚好来切进去 来进场 那中间不是有价差 就像我讲的价差嘛 我们做股票不是鼓励你 长期投资啊 我一直跟你讲 要做价差嘛 就像这个价差 你是不是可以 赚到这个价差 这个价差 是不是可以赚到 我就好像 我在这两天都跟各位 讲到一档股票 叫中华金册 6510中华金册 从这个是好股票 这个不用解释 从1225块掉到945块 这样是掉了两三百块下来 280嘛 应该是280块 已经超过两成 跌幅超过两成 对不对 那你当然 我们不希望你去买到1200块啊 你买那个地方到现在 也还没解套嘛 那没有 不必做这个事情嘛 因为它涨太多 短线高点 你就要注意到风险 可是它如果掉下来到上升 比如说到上升季线啊 前后左右 你不一定要买到最低 那我们是买了950块 那是不是 涨到了1130块那一天 我们就把它抛售掉了 这两天是整理吧 那这样整理之后 它现在在扭转月线的趋势 月线趋势还是短空嘛 那你要让它上去以后 再压下来一次 它月线的趋势就扭转 那扭转以后 是不是第二次的买点就进来了 那你在950块 做到了1130块 这样15% 投资票不是1.5倍 也不是15倍 是15% 只有15% 两天时间到达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像听我的话就这样做 你千万不要有长期投资的观念 为什么不要有长期投资 大家都在半空 你都在长期投资 你在这个市场里面 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放空 你知道吗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在保守 其实很多人也不是现在才保守 从8000点保守到现在 每天都在碎碎店 我只是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你只要告诉你自己 我不长期投资 我只要听丁操的话 我短线做价差 5%也好 10%也好 好一点 20%也好 我们就这样慢慢停 但是我们绝对不期待长期投资 也不期待要长一倍两倍 那这样你就会很快乐不是吗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谢谢 好 再来今天行情的部分 上次节目还来更多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万通国际战胜股市 服务至上掌握趋势 先买再卖 先卖再买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万通国际为您把关 创造财富 远离风险 万通国际 唯一首选 服务专线 027725 9668 7725 9668 The New Audi A4 搭载12.3寸全智能一经一表 所有资讯尽在眼前 举正式LED头灯 以科技撼动极致 新时代引擎 更大马力 更地有耗 更震撼人心 The New Audi A4 科技之神 月赴9999 即刻入主 圆梦趁现在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同一间饭店 同一个泳池 但却是不同的价格 难省 为何不省呢 上Trivago比较看看 Trivago帮您从超过 250个地方网站上 比价超过100万间饭店 保证找到您理想的住宿 输入您想去的地方 Trivago立马秀给您 划算的饭店优惠 找饭店 Trivago 从小 我们的梦想者 跑得 比别人更快 全方位SUV All new Vitara 超越野的极限 有家买家 你要带我去哪里 来来 都可以交对吗 好好吃哦 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包包看吗 你把这个汤圆做得像披萨 这就是我的儿时回忆 对啊 它长得跟这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但正统搭配其实是你这样 就是一碗擀面 然后一碗蛋汤 那个表情 一定要锁定 永庞中台湾第二季 大约的一滴 大约的一滴 变成了 黄的烟灭 变成了 黄的烟灭 变成了 都占上了九千三 但是呢 特别提到的是在量的部分 这今年来量都不太够 所以这个阶段来说 选股又特别重要了 目前呢 还有哪些股票是可以操作 哪些股票是要放空的呢 丁曹老师 趋势向下就给它空啊 就继续空下去 对啊 讲到我都已经不想讲了 因为我是觉得每天都过这种日子 真的是很无趣 每天都是成交量这么低 投资朋友也都不做 我这个重播代可以放一个月 老实讲 真的啊 有的讲得到懒讲了 大家也都不动啊 我都都 像我这也都假讲了 你看看 我没猜我杨带刚才会打球 一手四人 你们都不想听 这样你们要动起来 不要站着背三振 你们也不想听 明明就股票 可以先卖掉 不卖 然后偏偏要让它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跌 做人不能怎么行 真的 真的不要怎么行 不要说我给你们码 像今天早上 一大早 那个指数就冲高了 到9322 对 一大堆去最高了 礼拜一不买 礼拜二不买 礼拜三不买 礼拜四不买 礼拜五才买 还叫做的 好处才买 没办法是没有收最低 盘中这样指数 期货这样下刹就八十点下去 这种修理这种短线贸客 这修理这种不懂的人 这指数期货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个盘 要 其实已经早就已经是 突破了 9285多空一位 我讲的所谓多空一位 就是突破9285 所以接下来 它是一个涨势 我们不会在乎 是不是每一天都要涨 礼拜一涨到礼拜四 礼拜五建高点拉回 这个是很正常 周线周线来讲 它也是中长虹 它只要大盘的趋势方向不变 我们当然就是说 要寻找股票来做多 当然有些股票 是空头的股票 我们怎么 怎么敢叫你去做多呢 空头就是空头嘛 那我都给你打过 什么叫空头 什么叫空头 还要再讲嘛 有些股票跌下以后 我也不得不讲 不讲的话 我是觉得我身为一个分析师 对不起这些公司 像二次西式的可乘 我还是要讲 你说它 它到271块掉下来 它修正下来嘛 还有 我现在如果叫你买271 那就不对嘛 我之前这一波也是从204 涨上来嘛 涨了三四成嘛 还加上除息 那现在掉下来以后 它在241块到253 它作为一个区间 而且量一直收 一直收 271块半 那时候是一万九千张 现在掉到剩下 两千几张你了解吗 我记得是两千几张 那如果我没有叫你买 那我算什么 我当什么老师 这是第一档 第二档就是 像247 2454的联发科 这种我们在注意它的买点 这是好公司啊 我一直在注意这个买点 像你有这种股票 你这种股票 你要找我 我才有办法帮你忙 否则其他人都是碎碎链的 没有用 没有打压你就不错 像2439的美丽啊 这种股票 从104块涨到139块半 我没有说 叫你说一定要到处 那现在掉下来回撤上 我现在这股票不是都多头吗 回撤上升的季节 好 卡在这边卡了四五天 你说我今天有没有退缩过 因为 我可以跟你讲 是好公司 而且是好的技术买点 我就不会放弃 你知道为什么 我就不会不讲 我也不会扭扭捏捏的 所以现在目前多空已经异味 就是该出手的时候了 有些股票不是说 有些股票涨太多叫你追 你说你不愿意 但是这种股票跌下来 你也不愿意 那你要我讲什么 我不说放冲破代就可以了 你要去动起来 不是这样 要动起来 还有像3008大力光电 当然这比较贵 很多人都买不去 我知道 但是我是跟你讲 就是有人买得起 像川普就买得起 300几万对川普来说 是小花钱而已 你不能说别人买不 有人买 大部分买不起 我就不讲 就是有人买得起 这种股票难道我不应该讲 我怎么可以说 这个股票是高点 它从3980块掉下来 到3600多 3700 也差价也差了 差了300多块 那为什么我不能推荐 就好像我今天跟你讲说 很多人也都问我红海 2317红海 我说如果你比较保守 你去买红海 当初红海不是被人打压了 很惨 每天公议拍位 现在大家的公议很好 他都同样 我都同样 你买股票要买老闆 你买老闆谁在做 老闆谁在当 你买都奇怪 买不到 10天万买不到 跌天板 你要怕死 对不对 你敢买 我就不信 我没说到一句 你不知道后面说 你都对后路做 我没有讲哪一档 你自己去想象 我只是跟你讲 你买股票也要买 那个背后那个老闆 是不是个卡 大家都是卡 但是有A卡 B卡 G卡 D卡 后D卡 所以我说 现在不是说做多 做空的问题 我们是要做对的方向的问题 很多投资朋友来找我 也是一直在等待 希望丁超 哪一天带他放空 我知道 那问题时间到 我就会出手了 一手市党最佳猛打赏 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谢谢 好确实 今天盘面上 洪家军表现真的相当的不错 当然接下来 还有更多的个股选择 还有下礼拜更多的盘事分析 同时先锁定我们的节目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